上一期快乐老友记录,来了两位重量级嘉宾,苏醒和王月鑫父亲分别到场。 王爸爸和苏爸爸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性格,这在王月鑫和苏醒身上也已经体现出来了。 当初2007年比赛的时候,王月鑫是相当的看不惯苏醒,可以说按正常故事发展来看,这两个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。 可是人生往往会出人意料,在最好的年纪他们相识,经过几个月的相处真情融化了隔阂,又经过了机缘巧合,他们再次相聚在大众面前,让我们不禁为他们之间的情意神神感动。 为0713团队的友情立下汉马功劳的,不只是当年苏醒的PK王,还有苏爸爸豁达宽广的人生哲理。 我认为还有王爸爸质朴无华的热情和关爱,当然还有那一首正宗的湖南厨艺啤酒鸭。 这期《快乐老友记》中,王爸爸作为湖南本地人第一个登场,直接挑了一个扁单过来。 王月欣接过扁单的样子,瞬间让人泪目。 这是中国最普通人家,有出息的孩子和不善言辞的父亲。 父爱如山,总是以实际行动奉献自己所有。 陆虎念念不忘王爸爸的啤酒鸭,苏醒去王月欣家来去自如。 兄弟们每一个都惦记王爸爸的美食。 言传身教,王月欣也成了大厨。 看每次他们相聚在一起,厨房里默默忙碌的必定少不了王月欣的身影。 从第一期《蘑菇屋》开始,王月欣一直在忙。 没想到最后火出圈的竟然是苏醒的游泼扯面。 做游戏的时候,王爸爸也展现了他性格中的坚持和倔强。 还带有一点好胜和挑战。 难怪王月欣评价自己的爸爸为老顽童。 王月欣的真性情,真是完美地继承了父亲的性格。 重情义。 坦称没有心机。 温暖体贴。 倔强不服输。 骨子里还有诸大男孩的天真。 苏爸爸就不一样了。 源自家庭的底蕴让他与生俱来带助豁达开朗。 思想敏捷化与机智幽默。 为人处事圆滑又不失真诚。 苏醒的这些特点相比,老苏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清出于蓝胜于蓝。 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受大家喜爱的原因。 苏爸爸毫不避讳地闯入娱乐圈,并且迅速活起来。 可能也是苏醒始料不及的。 能如此坦荡地把家庭人物放在公众面前。 也说明了苏醒内心的强大。 也因为有了苏爸爸的加持苏醒又圈粉无数。 这一对父子天生就该是娱乐圈的福星。 父母是孩子的低音老师。 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父母的影子。 作为儿子,更容易受到父亲的影响。 以上两位的父子关系就是最完美体现。 你更喜欢哪位父亲? 开心朋友家。 王立新虽然不是冠军。 在最新更新版的快乐朋友中。 为了增加家庭成员赢取礼物的抽奖次数。 0713男团和各自的家人,先玩了一场煽动猪的游戏。 然后进行了抬球抽奖。 然而,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白茶套餐却没有画出来。 于是几个人决定多玩一轮堆砌积木。 他们根据自己的年龄抽取球,并决定积木的顺序。 王爸和苏爸三叶,还有楚圣叔叔肯定是老大。 他们先抽球。 当王立新把篮子递给张元的哥哥时,王正亮顿时不高兴。 大喊要按年龄来,因为他比张哥哥大。 王立新也是认真的,只好把张元哥选的球拿了回来。 张元在一旁哈哈大笑,楚圣和苏星哄住,见小梁哥在乎。 因为年纪大先抽球的梁哥,看似赢了,但好像没有赢。 王正亮画完球后,李新颤抖住,又接过了装住数字球的篮子。 见张元哥哥也有些不自信。 李新问道,哥哥多少年了? 张元哥哥回答说,83岁。 这比陈楚生还小不到两岁。 陈楚生的官方年龄显示,他出生于81岁。 为了遵守游戏规则,陈楚生只好先抽到数字。 谁能想到,一场小小的平局会引发一场长达数年的战斗,而且已经被逆转了很多次。 最后,大家画好了堆砖的顺序,正是来堆砖了。 猫咪醒来,想弄坏,却不小心堆叠的鸡木坍塌了。 猫咪被成功消灭了。 老苏一向有眼光,立刻理清了和苏星的关系。 鸡木继续堆得更高,堆放起来也越来越困难。 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在上面刹车。 不,一向偏爱老婆的路虎,反正他们都已经被淘汰了。 醒来看到热闹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张远放砖的时候,他不停地唱歌和干扰。 张远忍不住笑了起来,他很谨慎。 关键时刻,王立心和蔼可亲,提醒张远不要那么高。 太危险了。 张远才勉强活到了下一轮。 在最后的预赛中,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七、七、八和八中被淘汰。 苏爸爸神秘兮兮地一把抓住苏星说。 咋? 你看方块放在哪里? 咱们一起杀了陈楚生。 我十六年前没赢。 我爹会为你报仇的。 苏父说完。 哈哈大笑起来。 气氛顿时变得起来。 哄住父子报仇。 圣哥也很快承认了。 起身去给醒来的父亲倒了一壶茶。 聊起了心里话。 最后的决赛。 只剩下王正亮、王立心的父亲和觉醒爸爸。 三人PK。 近在咫尺。 冠军领先。 觉醒父子俩又做了同样的把戏。 把老苏拉到一边商量情况。 老苏说。 现在是一条平坦的河流。 他立刻又笑了起来。 醒来后说你必须赢得冠军。 老苏也发誓不会有问题。 顺利过关第一局。 被淘汰的正是二春歌王正亮。 积木赛几军。 该不说。 王立心爸爸的手超级稳。 怎么弄坏? 积木不会垂直掉下来。 如此强大的敌人。 可惜。 醒醒爸爸还是被打败了。 不过。 苏家父子还是很开心的。 自嘲的。 现在真的是千年老二了。 小出生来。 周围的人也被愉快的情绪所感染。 一场争夺冠亚军的拼搏。 最终积木冠军被王立心的父亲夺得。 这有点出乎意料。 可见。 金子永远会发光。 再小的天赋。 总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。 陆虎过生日兄弟五个送了一只话筒给他。 小年夜节目里,陆虎送了兄弟们一人一只定制话筒。 这回报比例惊人啊。 陆虎真是金飞锡笔了。 从蘑菇屋到现在。 两年多的时间。 陆虎收获了爱情。 友情和事业。 妥妥的人生赢家。 当陆虎打开箱子的时候。 注意看苏醒。 只看了一眼。 不胜唏嘘的样子。 导演祖多角度回放了。 苏醒绝对没想到陆虎会这么大手笔吧。 这话筒价格不菲。 定制图案。 每一只都是独一无二。 两年前的陆虎,可是连一只自己的话筒都没有的人。 当台唱歌的时候,还在说上一个演唱的人手汗好大。 擦了又擦。 兄弟们都翻红了。 这两年接了这么多活。 经济上肯定也是大跃进了。 难得的是他们之间的情谊。 彼此的挂念和关爱。 陆虎说哥哥们都辛苦了。 值得这个像奖杯一样的礼物。 这礼物真是太有心了。 兄弟们爱不是手。 不只是因为话筒珍贵。 更因为胡子这片情谊。 老虎。 恐龙。 猴子。 猫头鹰。 鲨鱼。 小鸟。 六个可爱的动物头像。 这大手笔的礼物。 陆虎没少破费吧。 真是有一种友情叫后米团。 细水长流永不分离。 兄弟几个的话筒首秀唱了快乐老友记的主题曲。 至少今天很快乐。 他们之间的友情。 在浮躁的圈子里。 有如一道清流。 真的希望他们能永远如此。 让观众感受世间还有美好的真情。 有患难与共富贵也不相忘守族情。